接下来全球现场 欣盈要带我们来关注 南韩疫情最新的情况 最新的南韩公布了 新增确诊又创下了新高 超过了七成都是Delta变种病毒株 这恐怕会成为主流的传播病毒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欣盈 南韩在过去24小时 新增1615例确诊 创下去年1月20号 发现第一例确诊以来最高记录 而过去一个星期 南韩新增的变种病毒案例 当中说超过七成都是Delta变异株 恐怕会成为南韩第四波疫情的 主流传播病毒 因为南韩已接连续 八天确诊病例超过1100例了 专家认为这个数字显示出 当地已经出现第四波疫情 南韩首都圈12号开始进入 防疫等级最高的第四级级别 南韩总理金富谦 他宣布首都圈以外地区的防疫级别 将在15号要开始调整到 第二级因为非首都圈的日均确诊病例 比上个星期多一倍 各的地区都加大防疫力度 甚至有必要对海水浴场 甚至是旅游胜地 暑期就是人流密集的地方 实施防疫检查 同时也宣布55岁到59岁这个人群的疫苗接种预约 晚间八点重新开放 而先前暂停预约并不是因为疫苗缺货 而是南韩政府说是没有做好行政方面的准备 因此将延长接种时间 改善预约系统方便民众接种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虽然没有强制法国人打疫苗 可是他的前两天的警告 说没有接种的人可能面临 因应Delta病疫株快速传播的防疫限制 也就是说接下来限制措施 将会集中在没有接种的人身上 结果现在就出现了法国人蜂勇预约接种 170万人在24小时之内上网预约 现在法国的每天接种量也创下新高 一共施打了79万多剂 路透统计法国已经为将近53%的人口 接种至少一剂了 大约37%人口完全接种 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创办的航太公司蓝色起源 要展开太空旅行任务了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FAA表示 已经核发了执照授权蓝源研发的 载人上太空任务 升空时间也曝光 贝佐斯将会亲自搭乘 美国FAA证实蓝源在先前的试飞期间 确认了火箭的软硬体 都符合安全运作的规定 已经提供执照 那么使用期限是到今年8月 蓝源预定20号早上8点展开飞行任务 地点选在美国德州的1号发射场 当天也是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 52周年纪念日 蓝源同步在官网上面指出 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任务 让其他人在太空工作还有生活 他们也认为人类需要去扩展 以及探索寻找新的能源物质 来减低地球的压力 蓝源推特进一步说 20号的太空飞行将会开设直播 预计从美国时间6点30分开始 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 在12号搭乘自家太空船 团结号升空 完成了一次太空飞行 不过现在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创立的蓝源却发文质疑他 说团结号根本就没有抵达 国际公认的太空分界线 这条线叫做卡门线 因此还说这个充其量 只是一次次次轨道飞行 原本蓝源是已经公布 贝佐斯本人在20号搭乘蓝源的 第一次太空旅行行程 却被布兰森抢先升空 两人较进一位非常浓厚 那不甘示录的蓝源呢 现在发文声称 贝佐斯预定搭乘的这个火箭呢 叫做New Shepard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太空旅行而设计的 而且国际公认太空和大气层的分界线 是从海拔100公里为起点 这个高度呢远远高于团结号当时的飞行高度 蓝源因此认为New Shepard 不但可以在卡门线上以上飞行 而且发动机的形式呢是火箭 同时配备有目前太空飞行器当中最大的观景窗 还有逃生系统 再加上New Shepard 不仅累积更多次的这个安全飞行次数 而且对臭氧层的影响也比较小 从各个方面来看 都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太空旅行载具 蓝源也指出相较之下 属于高度飞的这个团结号呢 并没有办法在卡门线的以上飞行 而且它的配备的观景窗 当时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已经发布了这个影片呢 显示出呢说这个观景窗只是普通科技的尺寸 也没有相关的逃生系统 国家地理还报道说 西中亚地物理学家在1990年代 对于大气和太空的边界呢 有给出定义 当时计算出应该是海拔83.6公里 那么目前国际航空联合会呢 就是FAA他们对于这个海拔 目前是定在大概是85公里左右 那还说呢 这个布兰森当时的这个飞行的高度呢 是已经超越了这个高度 那目前呢 其实呢大家对于卡门线定义不同 到底最后贝佐斯的太空任务 会不会更成功 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 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请许多欢迎订阅 请订阅 请订阅 江青 市场 南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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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